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新闻视频 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小群体 都不应该被放弃 在千位数上 你们还要 不是特别小的努力 当时公布了价格 就是说 69万7亿针 第一年需要打6针 到第二年就是降 降到就是说 55万一年 然后我们才选择了 给他打了这个针 希望就是国家政府部门 是给予我们一部分的补贴 对于我们来说 也减轻一下 经济压力的负担 你们要做更大的努力 真的不希望很多的套路 三分钟的时间好吗 三四零八零 这颗价是4万877 包压是7万2片 你们这颗价是3七八零 包压是3402片 三四零二零这个架构 我觉得前面的努力 我真的有点难过 再努力 都走到这一步了 肯定是能够接受的 好的 丁哥 是有些因素 好的 成交 视频当中呢 这个被一砍再砍的天价救命药 是一种用来治疗罕见病 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品 面对着唯一的救命药 很多家庭因为高昂的药价 而望而却步 好在现在呢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今天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脊髓性肌萎缩症 这个小群体 去了解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呢 让我们通过短片 去认识一个 叫做俊宝的小宝宝 我怀俊宝的时候 36岁了 就这个小生命吧 也是小心翼翼的 走路都很轻很轻的 她告诉我 我怀孕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 好像都激动得 有点 都已经哭了 我记得当时 包括到宝宝出生的时候 剩下来的平分 也都是一个十分宝宝 满分宝宝 听到她哭的那一刹那 我真是在铲床上 就眼泪就控制不住的 留下来 真是真的很激动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给我们这个家庭 增加了很多的欢乐 当时第一次抱她的时候 感觉自己好像是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 但是25天以后 月嫂就跟我反应 说这个孩子不太动了 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不踢被子 就是根本就没有预想到 好吧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到了医院 大夫就在她那个电脑上 去开了一个疑似 脊髓性急急萎缩症 从最一开始的 这个胳膊小腿还能摆动 到后来只有手指头 和脚指头在动 头都不能再转动了 9月30号 我印象特别深 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基因报告 我说怎么样 大夫说就是 既然是这个病的话 我们就接受 去采取下一步治疗 尽我们所能 给她一个最大 最可欺的未来 早上起来的时候 要做一些辅助按摩 然后给她做一些肢体的按摩 手脚 然后她现在主要是 背部力量不是很够 所以要给她背部 做一些拉伸 然后按摩 这些做完了以后 要做一些呼吸方面的护理 要做一些雾化 然后拍背 拍背 就主要是 让她锻炼肺部的呼吸 然后再和谈 对她肺部 进行一个呼吸训练 如果她没有干预的话 别说做了 就是她连呼吸和吞咽 都是问题 但她居然在十个月 她居然会做了 那个时候 我和她爸爸就感觉 就是付出的一切 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谁呀 拍照呢 咔嚓 李楠 我知道李楠也带来了一个小物件 这个应该是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 看到俊宝戴的小呼吸面罩是吗 对 其实她比俊宝的脸也小不了多少 这个面罩后面连着长长的管子 是磕碳机 这是每一个SMA一型二型的宝宝 家里都必备的一个机器 可以说是宝宝救命的机器 她因为她呼吸肌肉无力 不会自主地磕碳 如果说要离开这个呼吸面罩的话 严重的话 就是她叶多的时候会导致肺炎 甚至会危机到她的生命 所以这么小小的生命 可能要承受很多的痛苦 这可能是我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 俊宝的治疗团队的医生 那接下来我们把四位专家邀请到台上 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神经内科的彭晓英主任医师 你好 大家好 这位呢是遗传研究室的送访研究员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位呢是呼吸内科的曹灵主任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位呢是消化内科的中雪梅主任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个治疗团队呢 是来自于四个不同的科室 那我特别想了解 咱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 从病因上来说应该归属于哪个科室呢 脊髓性肌萎缩症呢 是我们儿童神经内科的一个疾病 它是一种神经肌肉病 很多都是从儿童期起病 都是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 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那它的发病率呢 大概是在万分之一左右 但是呢这个病在人群中 携带这个基因的比率 可就不止万分之一了 大概有40到50分之一左右 所以说携带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究竟是我们的神经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才可能会出现脊髓性肌萎缩症的 相关的症状呢 大家看到这张图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脊髓的横切面 那样的这一部分呢 就叫做脊髓前脚 它的这一部分神经 发出电冲动来支配肌肉 管咱们人体的运动 那这部分细胞如果坏掉以后 咱们的人体的肌肉就没有力量了 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孩子 它主要呢 就是因为它的致病基因 SMN1基因突变以后 使得SMN蛋白严重的不足 导致这个地方 神经元细胞全都变性坏死 表现出来的就是 它所支配的肌肉无力 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闻的视频当中了解 要想治疗它的话 就需要注射那种救命药 而且一年大概要注射 五六针来维持生命 是的 这个病在这个治疗药物面试以前 其实它是儿童遗传病 致死的一个首位的疾病 那么它为什么会这样的凶险呢 因为这种病的起病时间 可以是很早 最早从新生儿就可以开始发病 根据它的发病的年龄 分为四个型别 一型起病年龄最小 一般是在六个月以内 但是这一型 它的发病占比可是最多的 能够达到40%到50%左右 就这种小朋友呢 可能我们在新生儿期 或者是婴儿期 就发现这种小朋友就是特别软 那么我们家长也好 看护人的突出的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孩子手脚动得少 而且呢你抱起他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蹬踹 但这种孩子你抱起来以后 就像这个娃娃 他两个脚就是下垂的 特别是我们医生在查体的时候 我把它放在床面上 你会发现我拉起来的时候 这个头垂得很厉害 是根本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源于 他这个颈部肌肉也没有力量 那么你再仔细观察这个孩子 他还会出现呼吸的急促 越是起病早的孩子 越容易出现呼吸的问题 还有这些孩子呢 他面临的问题 可能就是后期的一些骨骼变形 特别是脊柱弯了以后 肺部会受压 出现呼吸方面的问题 那他可能就是出现面色紫啊 或者是一些肺炎的表现 但是咱们知道小婴儿 其实都是特别软的 尤其是新生儿 那又有很多的年轻爸爸妈妈 他根本就不太可能发现 孩子其实是有问题了 他会觉得啊 那本来就年龄小嘛 可能就是会软 对吧 所以呢这种病 其实早期要发现 有的时候呢 也有一定的困难 那这种如果耽误了治疗的话 那可能一型的孩子 就面临两岁以内 就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你呢一开始 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使得你们引起了 这个多方面的注意了呢 月子里的时候呢 月嫂就跟我说 说这个孩子呀 你把他换完尿布 什么位置摆在那 他就是什么位置 一直待着 你下次再给他换尿布 他还是那个位置 他一晚上都不再翻身 也不再蹬被子 我当时就觉得 他就是懒嘛 让他睡呗 因为一个月的时候 孩子都有一个月的 这个健康体检 给孩子体检的时候 我就问几个保健医生 我说您看这个孩子 有什么问题吗 当时他还是有一点能动的 他只是动作比较缓 他这个时候 几个保健医生过来说 没有问题 回去康复一段时间吧 那我就抱着孩子回来了 我就觉得是月嫂大姐 是不是有点大姐小怪了 我就抱着孩子回来了 等到过了有两天吧 保健科的一个大姐 就给我打电话 说李楠 这孩子我查了一下 相关的文献 相关的内容 你们还是到这个室里边 去看一看吧 这个时候我才警觉起来 然后当天就挂到了 咱们首都二元所的号 到挂到号之后呢 其实我们第一站挂的 并不是神经内科 挂的是保健科 我记得当时月嫂 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句话 说医生这个孩子 之前是会动的 而且动得很欢式 但是是他最近不太动了 那当时咱们那个医生 听到这话说 我建议你们去挂一下 神经内科 我们还是比较懵的 跟神经内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也是 隔天就挂到了 咱们彭主任的号 彭主任拿那个羽毛笔 去刺激一下他的小腿呀 大腿 然后没有反应 给他拉起来的时候 脑子就这么垂着 就这么垂着 之后主任走到电脑上 就是疑似脊髓性 急急萎缩症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已经算是 发现得非常及时了 这可能对于很多的 新手爸妈来说 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您特别有必要 来指导我们一下 当孩子出现什么样的反应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个孩子 真的是得上了这个罕见病 我们用一个词叫运动里程碑 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 生长发育过程 到了一定的年龄 运动方面的一些能力 就会获得 老百姓都有话 叫三番六座 七滚八爬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出现落后 甚至倒退 那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放在头几年呢 无论是及时的发现 还是准确的诊断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好在呢 有我们非常有请宋主任 为我们点亮第一盏 希望之灯 第一个关键词 您点亮的是寻找 那您找到了什么呢 宋主任 我找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诊断孩子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那就是基因诊断 基因诊断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板 它是一个基因检测结果的图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这两个位置 是缺乏这个蓝色的柱状 对 几乎到零这个位置了 就表明 这个化儿检测之后 它这个基因缺失了 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呢 这个报告 回馈给神经科 彭主任的时候 彭主任呢 去诊断 这个小孩 得了脊髓性肌萎缩症 就从临床逆诊 就进入到临床的确诊了 这个疾病呢 在我们国家最早呢 有文献报道 是1965年 但是早期呢 SMA的诊断 主要依赖于一些定性的检查 比如说基电图 激活检 但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呢 绝大多数都是应用而发病的 做激活检呢 它是一个创伤性的 我们要取孩子身上的一块组织 基电图呢 它也是要真次的 那么对特别小的婴儿呢 它有的时候 配合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结果不够准确 对 临床的你人显然可能就会滞后 那么现在随着技术的提高 延迟诊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基因诊断疾病的时代了 对 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致病基因呢 是1995年在国际上被发现了 我们医院的团队呢 是2003年开始 为这些得病的患儿进行基因诊断 应该说呢 是我们国家儿童医院 在院内进行基因诊断最早的一个团队 诊断量已经超过3000例了 在罕见病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队列了 同时呢我们协同全国的多血科的专家 共同呢在2020年一起撰写了 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的遗传学诊断的专家共识 包括这个疾病它的基因是什么样的基础 适合做什么样的这个基因检测 用什么技术啊 包括我们怎么样给病人做咨询呀 做产前诊断呀 做携带者筛查 我们要掌握什么原则呀 这样的一个共识的发布也在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我们国家在基因诊断的一个更正规标准化的一个开展 但是刚刚呢我们两位专家也提到了 既然它属于一种基因的疾病 那肯定是有遗传性的 对 它是怎么遗传的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病 对这样的话而来说 它是有一个携带者爸爸 一个携带者妈妈 爸爸和妈妈各自携带了一个致病基因 还有一个正常的基因 所以他们是不发生疾病的 但是这两个夫妻携带者 他每生育一胎 都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四分之二的概率 生一个和爸爸妈妈一样 带着致病基因不发病的携带者宝宝 还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生于一个患儿 这就是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的模式 那我想问一下李南和兴旺 后来你们带俊宝去 做了相关的基因检测了吗 做了 也是后来找彭主任 也是在额烟所做的基因检查 俊宝的结果就是 确诊为SMA1 缺失 来源于父母 它是属于唇核缺失 其实我怀俊宝的时候 相当小心翼翼的 各项的孕前检查都做了 羊水也抽了 染色体也查了 因为家里边有一个老人 他是这个耳聋 孩子的耳聋基因 我都查了 但是当时我和他爸爸 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俩是这个SMA的 这个携带者 最后一项产检做完 我问我的这个医生 我说 医生您看看 我还有什么可查的吗 然后医生问我 你中个彩票吗 我说没有 那好吧 那没必要了 再查下去就跟中彩票一样了 我印象特别深 大家要知道 罕见病呢 有多少种呢 有将近七千种 这么多种疾病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不断地进步 然后我相信以后呢 筛查的病种会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国家 强调儿童和孕妇的生育健康 实际上就是说 要降低这种染色体疾病 和单基因疾病的发生率 那我们怎么预防呢 针对风险家庭 像俊宝 爸爸妈妈现在生育了俊宝 他以后再生育 那么除了俊宝的爸爸妈妈 做携带者筛查 俊宝爸爸妈妈两边的家庭成员 都要提前做携带者筛查 如果我们俩是携带者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管婴儿 做一个选一个胚胎 做选择性的受孕 对吧 如果我们已经怀孕了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诊断 这是指的风险家庭 那么面对一般人群 婚前也可以筛查 或者是我在怀孕 早期怀孕以后 我去做携带者筛查 现在我们大医院 有这个专门的基因的筛查吗 都有 全国大家都在逐步地推广这个 李南和兴旺 其实你们两位 真的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但只是可能基因遗传病呢 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我们没有认知的 对 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的 就当没这个事一样 但是在这个 等待基因报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资料 了解了这个病程的发展 发现这个俊宝 真的就像这个疾病的病程走向 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和他爸爸 就坐下来常聊了一次 首先我们俩如果逃避 被耽误的绝对是孩子 我们俩那天抱着一起 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的不愿意回想 但是好在我觉得 我们两个做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及时的一个 决定就是正视它 面对它 基因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比较冷静了 心里面也已经是有了方向 后来就找到咱们那个美儿 美儿SMA关系爱中心 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团体 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了 对 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你们首先认识的是谁呢 邢姐 一提到邢姐里南都乐看花了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 美儿SMA关爱中心的邢大姐 欢迎邢宽萍 您好 邢姐 那邢宽萍呢是美儿SMA 关爱中心的执行董事 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当中的 强大的支撑者 那我特别想知道 我们这个关爱中心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我们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成立的 要从我们的两位发起人说起 第一位的发起人满宾 是一个SMA的一个患者 他大概也是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呢 被临床诊断为SMA 他就退学回家 开始制学英语还有计算机 查阅了很多与SMA相关的文献 慢慢的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就团结在了一起 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家长就出现了 就是美儿的妈妈冯家妹 美儿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吗 对 美儿是跟俊宝一样 是一型的一个宝宝 一岁多的时候才被诊断为SMA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满宾 就比较遗憾的是美儿在一岁半的时候 还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 肺炎离开了 就美儿离开以后呢 就是美儿的妈妈跟满宾就在商量说 我们能不能为更多的SMA家庭做点事情 就一起就是成立了SMA外中心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们两个 所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始就走到了现场 我们想为患者家庭成立一个家 让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或者最焦虑和绝望的那个时候 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现在差不多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就会有一期专家来线上进行答疑 能够把这些管理护理能够做下去 就是这是与医疗相关的 然后第二块呢就是社会融入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不是一个病人这一个角色 他对所有就是普通小朋友 去尝试和体验的那些东西 他们有都特别地渴望 所以我们也会在赋能方面 给大家一些帮助 就比如说我们有圆梦计划 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实现他的梦想 让他的童年里边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也会有一些线上的一些兴趣课堂 然后有考上大学的 考上研究生的 我们可以发奖学金 然后我们对于成年的病友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就业的一些支持 就是挣钱多少不说 就是我要有一分 我去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建设里边 我会有一种参与感 就是我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 非常的感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主持人 那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幻儿 包括他们的家庭呢 可以看到更多的希望了 但是真正让这些 得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幻儿们 能够生存下去 是离不开我们所有专家们的 共同的努力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曹主任 为我们点亮第二盏希望之灯 有请 曹主任为我们点亮了 呵护这盏希望之灯 那作为呼吸内科的医生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是这样 对于脊髓性肌萎缩的孩子来说 他最主要的威胁他生存的 就是呼吸道感染 就是一旦他发生呼吸道感染之后呢 他和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你看他的肚子呢 会明显地鼓起来 但是他的胸阔是塌下去的 其实刚才在俊宝的那个视频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的胸部的肌肉是无力的 所以他在吸气的时候呢 不能使我们的胸阔向外扩张 所以只能靠他的隔肌下沉 然后才能让这个空气进入到肺里面 我这里呢 有一个道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大一小两个气球 我们知道我们肺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吸入氧气 排出二氧化碳 好比方这是我们正常孩子的肺 每次吸入和呼出的气量 那对于SMA的孩子来说呢 他就只有这么少 就是相当于正常孩子的一半 或者是更少的量 所以呢 这个就会严重地影响 他的气体交换 所以对于SMA的孩子来说 为什么说呼吸道感染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一旦他出现呼吸道感染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出现呼吸衰竭 所以我们呼吸内科的医生 就需要时时刻刻地 一直不停地去管理他们的呼吸了 对吗 我们从2017年之前 其实我们就开始关注 脊髓性肌萎缩孩子的呼吸道管理了 既往的时候 大家对SMA孩子的呼吸道管理 其实做得比较滞后 就是说一旦这个孩子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才开始 比如说得了肺炎 然后我们就治疗肺炎 对吧 下一次再得肺炎 我们再治肺炎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它相对地比较被动 如果是肺炎得得稍微重一点 可能就需要使用呼吸机 最一开始呢 一般我们是先给无创的呼吸机 如果无创呼吸机 还是不能满足它呼吸的要求的话 那就需要做气管插管 就是要从嘴或者鼻子插一个管道 插到气管里边 甚至气管切开 就是要在气管这儿 切一个小口 然后把那个管子放进去 如果是做气管切开的话 不光是孩子本身生活质量 会明显地降低 就是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也会明显地下降 就是因为护理一个气管切开 和气管插管的孩子 是很难的 因为即使在医院的话 一般也都是需要 非常专业的人员 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现在呢 我们是变被动为主动的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些孩子不插管的话 就必须要做好非常非常到位的呼吸道管理 避免他得肺炎 我们对这些孩子越重的病人 评估的就越勤 一般是三个月做一次评估 关注他的肺功能 然后他的呼吸激励的情况 睡眠情况 他的咳痰的能力 以及他有没有反流啊 误息啊 就是他吞咽的功能等等 这一些问题都要进行评估 那对于轻一点的孩子呢 那可能六个月评估一次就可以了 这是治疗理念的一个改变 就等于说我们的治疗窗口前移了 对 就是一旦气管插管之后呢 想要把这个插管拔掉是非常难的 我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呢 是我们接触了第一个 就是气管插管 然后需要拔管的这样一个脊髓性脊萎缩的孩子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孩子叫朵朵 孩子有一次发生了这个 谈赌窒息的情况 然后就做了气管插管 他在当地的ICU住了一个多月 家长呢非常的焦急 他就说 其实呢 我就是怕孩子一个人在ICU太孤单 孤独地承受痛苦 我不能陪着他 然后他就发现我们这个团队 在做这个脊髓性脊萎缩孩子的呼吸道管理 然后就直接从南京打了一个急救车 然后到北京来了 来到我们医院 然后当时呢 也是我们的第一个SMA孩子气管 把管的这样一个 其实当时国内还都没有 然后我们通过和国外的一些学者的交流 等等学习到这个技术吧 然后就帮着他把这个 插管给拔掉了 然后当时这个家长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他就说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 我就是想全家人陪在他身边 所以就是这个经历呢 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就觉得带着这个 切开的这个套管回家 他就不能自己吃东西 也不能说话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能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他们将来能够 不带呼吸机的生存 我特别想感谢你们 为所有的这些化儿家庭 所做出的努力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维持孩子的呼吸 这是最基本的一步 那想让孩子呢 能够顺利地长大 还离不开很多医生的努力 比如说消化内科的医生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钟医生 为我们点亮第三盏希望之灯 有请您 请钟医生为我们点亮 第三盏希望之灯 钟主任为我们点亮了 辅助这盏希望之灯 在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得了这个病之后 真的没想到 就会让孩子销售到 这么不可想象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孩子可以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 就是骨瘦如彩 皮包骨头 真的他们就是发生了 严重的营养不良的 SMA的孩子 他们是没有办法 正常地吃东西的是吗 是的 正常地看似很简单的 一个吞咽的动作 它是需要30块肌肉 和6条神经的参与 所以对SMA的小朋友 它是一项很大的一个工程 对家长的照护者 也是很费力 小婴儿 它是不能去咬紧这个乳头 或者是奶嘴的 它有吸水的无力困难 吃东西的过程当中 它会出现烦躁 然后腔壳 还有呕吐 因为它往往发生了 这个雾吸或者是卫士官反流 我们正常的小宝宝 一天他可能要吃 八百九百毫升奶 那我们SMA的孩子 他可能一天只能吃 两百毫升三百毫升 远远不够 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 而且他们的消化吸收功能 也有很多的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那我们消化内科医生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今天就带来了 这样一个小东西 大家看小小的这个神奇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孩子 摄入应该达到的食物的量 这就是胃躁漏管 胃躁漏管 我知道有一些 刚肠术后的病人 是要在肚子上开一个躁漏的 这个小孩得了 这个脊髓性脊尾缩症的孩子们 是要在胃上开一个洞 然后往里边打食物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打食物的时候 外面连一根这个营养管 打完以后把那根管撤掉 我们再盖上 不影响我们孩子的活动 也是在2018年 是美儿的刑解 也是找到我 说我们SMA的家长 很关注我们孩子的喂养问题 那他们了解到国外 有这种就是很简便美观的 纽扣式的照漏管 可以用到我们SMA孩子的身上 所以来找到我们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多学科团队 所以我们也很感兴趣和国外的学者 也进行了技术上的交流 我们也学习了这个胃兆楼管 怎么去使用它 然后我们在2019年 就做了第一例的 筋疲内静下的胃兆楼手术 非常成功 我记得这个小朋友 是一个五岁的SMA的孩子 他也是非常的销瘦 那这个小朋友 其实他妈把妈妈 对他的照顾是非常精心的 他妈妈告诉我说 他喂孩子一顿饭 他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即使两个小时的时间的喂养 这个孩子的营养 也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这个喂招落之后 这个孩子24小时内 我们就给他打入了这个营养液 而且招落管的周围 这个落管恢复的也是非常的好 这样我们就给他建立了一条 绿色的营养的通道 我记得妈妈是一个蛋糕师 她当天就自己做了一个蛋糕 来庆祝手术的成功 对 孩子就像新生了一样 是的 真的是香化内科的医生用心良苦 就是为了能够扶持这些患耳末 更好的去迎接他们未来的生活 那李楠 现在我们俊宝进食情况怎么样 我都担心他营养过剩 他有一点胖 俊宝应该是属于确诊比较早 然后用药治疗比较及时 所以他的呼吸和吞咽都没有退化 一直都是纯母乳未养 从新个月开始添加腐蚀 现在开始自己吃饭 真的 太好了 现在有一些救命的药物 也已经进入到医保当中了 是不是给这些患儿的家庭就带去了更多治愈的可能性和希望了 是的 从2019年年底 那么我国也正式上市了这个SMA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这一步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那么就彻底改变了过去这个病 无药可治的一个状态 虽然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呼吸 消化 但是都是亡羊补牢 那根本不可能逆转这个疾病的进展 我们只能延缓 自从2019年咱们国家上市了这个治疗性药物以后 这个状态就彻底改观了 那么这个病可以发生逆转 这就是药物带给我们的希望 那邢姐我知道在你的关爱中心里边 是有很多的 幻儿不光是茁壮地成长 甚至都已经考取了大学了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药物的加持 还有中和管理的一个 就是一个更成熟更规范以后呢 就可以更多地期待说 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那今天其实我们请到四位专家呢 是我们优秀医生团队的代表 那也是改变脊髓性脊萎缩症孩子们命运的人 那最后几位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吗 我们经常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就形容护理一个老人是多么难 但是呢 护理一个SMA的孩子又何尝容易呢 就是其实我们对SMA孩子的家长 都是充满了敬佩的 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 希望将来我们SMA的孩子 能够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有美好的未来 我呢现在在这儿呢 就想对这个所有的SMA幻儿家长 还有SMA的小朋友说一句 得了这个病呢不可怕 希望拿出你们的智慧 拿出你们的勇气 战胜困难 一直向着阳光奔跑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为你们助力 再小的一个群体 哪怕是再罕见的一种罕见病 都值得被看见 再弱小的一个生命 都值得被尊重和保护 以及关爱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